鴻海創辦人郭台銘14號晚間出席在宜蘭的中原搶估活動 可以看到他一下車就被滿滿的民眾包圍 握手和照把現場擠得水洩不通 再加上他剛剛宣布副手人選 討論度更是瞬間飆升 副手相關問題郭台銘沒有多做回應 而這場臺灣今年唯一一場搶鍋活動 郭台銘在投誠代表會主席楊碧村 及庶民無黨籍代表醋永夏進入會場上香 上臺致辭時也由楊碧村陪同 但國民黨籍的投誠鎮長蔡文藝並未同臺 或許也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聯想